多謝大家收睇MAN哥頻道 請大家多多支持MAN哥回大陸發展 再創一片天空 多謝 因為現在在香港 地小人都 所以現在越來越推行綠色殯葬服務 盡量多些地方留給他們的後一代子孫 所以現在香港環保綠色事業就越來越蓬勃 剛好來到平州又見到一個紀念公園 這些就是香港的特色 我們帶大家看裡面的情況 在香港就是地小人多 現在我們的先人過了身之後 想找一個可以安葬的地方 買少見少 現在很多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骨灰庵 一個一格格的位置 就可以買了放先人的骨灰進去 在這裡供奉 現在香港越來越多 有些在我們的工業大廈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都有這類型的 真的安放我們私人的地方 而可以在野外 一些郊外的地方 可以找到這些 都是比較少的 在我們香港有疫情的下 人們最多做的健康運動是什麼 就是行山 你看看我們後面 一望無際的風景 對面就是青馬大橋 那裏ちょっと這樣?, 這個辯若幾道 垂滎天 因為疫情下 香港的主題公園 都沒開,他們看到近日圈 一潭死水 不過去到這些郊外地方 在香港 還有些人宣傳這些遠性文化 這裡是什麼? 除了有台灣省的旗旗之外 還有一些雨傘、梁枝 他們的暴徒鹿 他說中華民國士 這些不要說 但我們看到這些 忍不住將它要清潔香港 我們要將它離開 不要在這裡有那麼多遠性文化宣傳 這裡也還有 所以我們不可以讓這些文化 在香港不停地宣染 我們也是一個做過 有血性的中國香港人 這裡就是平洲最出名的永安街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建築物 有些小島風味、歐陸風味 也有些中國傳統的特色 這些門口也有些天公似福 就是刑虎順福 整個格調就是中西合璧 所以人們為什麼放假呢? 最喜歡來的離島旅遊 就是有一種 好像去了外國度假的感覺 一樣 這裡有很多藝術特色的東西 有些自拆的結他 有些瓷器的玻璃 這些都是一些擺設 還有一些方便遊客去打卡的地方 你看看這裡 綠樹林蔭 真的很多少女都喜歡在這裡 打卡拍照的地方 這些是我們香港特色藝術的產品 這裡有一間亞洲古董藝術品圖 古瓷器的鑑定中心 還有他們的電話 你看看這裡 很多特色的古董 有些異形的怪獸 有些變形金剛的阿柏文 很有趣 我也第一次來到這裡 又見證一些新的特色 你看看這條永安街 挺有藝術特色的性質 附近也有很多不同的特色擺設 在幾十年前 這裡也是一個工業的重鎮 不過到現在後期就適眉了 在香港現在疫情下 很多人放假都會去離島遊歷一下 而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的離島 包括大嶼三、南媽島、長洲等等 Mang哥來了 就是一個比較少人來的屏州 平州這裡也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天涯海角 可以看到後面一個很漂亮的美景 這裡的水質 比美我們可能 泰國巴提亞 水清沙幼 而空氣也清新的 所以在疫情下 大家看到也有些遊人 來這些 真是我們那些 比較荒郊的地方 大家心心舒暢一下 來到平州這個島 必有一個怪石 這個石頭的名字 叫做史露比 怪石 整個頭就好像一個 外國卡通公仔 史露比的頭一樣 不過它是很奇怪地坐在這裡 如果遠近看 它是一個特別的形狀 所以來到這裡 是必由之境一個 去到旺角的通賽街 即是俗稱的女人街 相信所有 即是來過香港旅遊的 必定走過這條街 你看到大部分 一些商店 一些檔位 都是沒有開的 尤其是現在 六點之後 金糖食 有很多的食肆 其實就是一半一半而已 有些有開做外賣 但是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生意 你看到現在香港 現在六點多鐘 晚上的景色 即是最旺的地方 就是這麼蕭條 現在市面上 真是做生意 真是很難做的 你看到 一個通賽街裡面 全部都是吉舖 兩邊都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 頂舖租都很難頂 晚上這些時間 都沒有什麼生意 所以你看到 這條街兩邊的店 完全都吉了出來 都是要招租的 大家看到我這塊石 就是北望神州 見到我們後面身處的 就是深圳隔一個河之隔 我們其實現在香港 在疫情裡面 就無法回去 所以看著 也有很多感觸 所以北望神州 現在只可以看 而無法回去 心情也不太好 在上水區 有兩個區 就很有名 一個叫石湖區 一個叫聯和區 今天師兄來到聯和區 這裡很特別 這個就是以前幾十年的 這個街市 叫聯和區街市 但是在十幾年前 就已經真的開始荒廢 還有就好像後面一樣 建了一些高樓大廈 但是這個聯和區街市 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當年有一套戲 叫每當變幻時 是陳奕迅和楊千華在這裡做的 經歷了香港 從最風乾的時候 一路發展上去 所以我們看到 這裡就是新舊交接 你看看整個環境 還在這裡 但是後面的高樓大廈 已經建成 哇 真是非常漂亮 這裡我們後面 大家看到 身後就是上水景柱 這個景柱 有軍裝部 有交通 甚至乎有拖狗的狗房 都會有在這裡 你看到我們後面 有一個藍色的指示牌 裡面就有一個禁區子房 我們住打鼓嶺 沙頭角落馬州禁區的地方 居民都要在這裡 申請禁區子 甚至乎一些 入禁區工作的朋友 都要去申請禁區子 你看到我們景柱上面 有兩支很紅的 一支就是我們的國旗 一支我們的區旗 其實師兄以前 在97年前 我們都有 每天六點鐘 早上我們要升旗 黃昏六點鐘 我們就要收回旗 那時候是另一個國家的國旗 但是現在歸回到我們中國 中國、香港 你看看我兩支 紅旗飄揚 是多麼美好的 在香港現在這個疫情之下 香港人都是非常保護自己的 你看看我對面的香港人 一個交代去吸住自己 就是完全都可以防護自己 那你就知道 香港現在的疫情是有多嚴重 所以大家 都要好好愛吃自己的身體 還有要好好保護 保重疫情 拜拜 那師父師兄值能量